自去年假名媛拼单装妇事件引爆之后 名媛们似乎都销声匿迹 原以为他们是落难逃亡 但敏锐的中国网友近年来又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只不过是转了形 从不怕冻死 天天在雪地里穿比基尼的雪园 身穿天圣或露骨道袍的道园 热爱艺术的画园 到潜入佛门圣地的佛园 装病的病园 还有热心工艺的支教园 为了让自己的流量变现 中国一些网红的手段 可真是源源不绝 一身清凉盲超精 长裙美腿念心精 吃哉礼佛求安心 一句句文案离不开佛语 一张张美图却离不开世俗 这就是名媛2.0 网友嘴里的佛园 与名媛不同 他们不去高档场所 倒是潜入了佛门圣地 也不想用美食佳肴 更倾向于素食茶艺 但名媛若有72遍 网友就有火眼金睛 无论超精拜佛 都不忘有明包相伴 品茶修缠也都是精心打扮 还有最近夜的佛园 为了看起来与佛有缘 不惜为自己的耳垂打玻尿酸 更接近佛像 虽然不贪图钱财 但因与佛有缘嘛 有的佛园网红 就开始把平安所 等其他的首饰 售卖给有缘人 在淘宝上 看似只要几十块钱的首饰 到了佛园手里 开了光 坏有不得了 就是个几百块钱 但无所谓啦 平安无价嘛 这一切的一切 也不但玷污了寺庙以及佛教 也招来了官方的通缉 近几个月 中国工会报章 就以狐狸的尾巴 哪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文章 直言痛批 物欲横流的明媛 扰乱佛门清静的乱象 抖音小红书 也随即进了佛园相关的账号 以及清理了相关违规的视频 同时劝请搜索佛园的人 做真实的自己 有的明媛潜入了寺庙 有的却混入了医院 成为了病员 据传即便患上某颜某症某癌 病员们仍然会神色甜美地 躺在病床上 病员网红的经历 也会引起众多的关注 粉丝们也会留言 表达同情 祝早日康复 但神奇的是 通过使用某种保健品 这些重症便能要到病除 若不行的话 得动手术 手术也一定会成功 伤疤也会因为某牌子的 疤痕修复贴 令皮肤完好如初 而病员们也都会 时时刻刻 热心地向粉丝分享 这些救了自己一命的 神奇药品 最后也得隆重介绍一下 热心工艺的支教员 支教就是特地到 落后地区的乡镇学校 进行教学的工作 支教员顾名思义 便是人美心更美的 天使级网红 其中一位特别高调 甚至被官媒点赞的龙妹妹 就遭到网友的怀疑 龙妹妹今年28岁 在外国留学9年 却堪称已经支教了10年 另外 10年支教24所山区学校 一年平均就差不多两间半 加上课业竟然还能够忙得过来 实在令人佩服 而且细看视频和照片 龙妹妹即便是在艰苦的山区环境 依然时刻保持完美的妆容 时刻站在视频膝位 每个动作也恰巧都被民众拍了下来 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说到底在社交媒体 以虚假的人设吸睛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 什么缘都好 只不过是换个人设吸眼球罢了嘛 最令人担心的不是在哪拍什么 而是青年因为社交媒体的影响 开始相信爆红就是报复的捷径 这种急功近利的扭曲思想